Hello everyone, welcome to today's morning English My name is Winter, thank you for joining Winter's show on a hot summer's day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早安英文 Hello, welcome to morning English 早安英文是一个为大家免费提供英语教学的频道 每天都会更新 如果你想获得关于英语 听、说、读、写的内容 我们都会在这个频道更新 我们的目标是帮助全球的华人学好英语 如果你觉得还不错的话 记得给我们订阅哦 另外点开小铃铛 这样的话就不会错过其他任何学习视频了 对了,如果你想获取本节课的完整版笔记 在视频简介或者评论区领取哦 你也可以给这个视频点赞 点赞就相当于自动保存了 半个小时前呢 我正好在刷手机的时候呢 微博推送消息 文章马一离离婚了 我立马就点了进去 看到他们俩这个官宣的微博 不知道这一次微博有没有崩溃啊 反正呢,我是眼疾手快赶上了第一波 那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呢 就是要来跟大家聊一聊 关于出轨、婚外勤和小三这些词 有哪些对应的英文表达 为什么呢 这个不用我说了 首先我来讲讲 脚踏两条船怎么说呢 不是step onto boats 正确并且低道的一个说法呢 叫做two time somebody two T-W-O 这个单词 加上连字符 再加上time T-I-M-E 这个词 它组成一个合成词 two time 它是作为一个集物动词使用 所以我们说 two time somebody 意思是 劈腿对某人不忠 大家要注意了 two time 它不是指两次的意思 因为如果我们要表达 两次、两倍 或者是我们说话 说什么事情 说了两遍 应该是说 two times two times 而且中间是没有连字符连起来的 但是在这里呢 我们用到了这个合成词 two time 实际上是从 two at a time来的 two at a time 意思是一次两个 two at a time 就是一次两个 那我们一次跟两个人有关系 一次跟两个人同时谈恋爱 当然就是脚踏两条船了嘛 所以就叫做 two times somebody two times somebody 比方说 发现好朋友的老公出轨了 他还蒙在鼓里 傻傻的 我们可能就忍不住 要提醒他说 Are you sure he's not two-timing you? 你确定他没有背叛你吗? Are you sure he's not two-timing you? 另外一个例子 It turns out he was two-timing Alice with her best friend 原来他背着Alice 跟他最好的朋友啊 好上了 It turns out he was two-timing Alice with her best friend 那劈腿的这个人 脚踏两条船的这个人呢 我们可以把它叫做 two-timer two-timer I ended the relationship when I found out he was a two-timer 我发现他劈腿的时候啊 就立马分手了 另外在口语里面呢 还有一个特别地道的说法 叫做 step out on somebody 也是对伴侣不忠的意思 he stepped out on his wife when their daughters were little and their marriage never recovered 在他们女儿很小的时候啊 他就出轨了 he stepped out on his wife 之后他们的婚姻呢 一直都没有修复 their marriage never recovered 那当我们用到 step out on somebody 这个表达的时候呢 大家要特别注意的是哈 我们表示出轨 背叛某人 借词一定一定 只能够用on step out on somebody 因为step out这个短语啊 它可以只是单纯的表示 出去的意思 所以比方说啊 如果我们用到戒词 with step out with somebody 那么它的意思啊 就只是 to go on a date with someone 就跟某人约会的意思 并不是说是一个 不正常的关系 是出轨哈 所以大家一定不能够 混淆了后面这个戒词的使用 一定只能够用 step out on somebody OK,we've talked about two informal phrases Now,let's look at two commonly used phrases in both speaking and writing 除了 to time somebody 和step out on somebody 这两个口语里面的 地道说法呢 我们再跟大家一起 复习一下哈 因为我觉得大部分同学 可能都知道 两个比较常规的 表达出轨的说法 一个是 have an affair with somebody 出轨了某人 he is having an affair with his co-worker 他出轨了他的同事 affair在这里呢 就表示风流运势 男女关系 这个意思了 所以呢 婚外情 我们可以把它叫做 an extramarital affair extramarital 这个单词呢 我们把它拆开来 就很好记了 extra 是额外的 marital 是婚姻的 婚姻里额外的东西 就是婚外情了嘛 是吧 本来不该有的 额外的 extramarital 另外一个 常规一点的表达呢 就叫做 cheat on somebody cheat on somebody 就是欺骗某人 对某人不忠诚的意思 我看到很多 好像女明星 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都会被问到 what would you do if your boyfriend cheated on you what would you do if your boyfriend cheated on you 如果你的男朋友出轨了 你会怎么做 你会怎么办 那关于婚外情的 另外一个主角呢 就是这个 小三了 第三者 在英文里呢 也有很多非常有意思的 说法来表示这个小三 那Winter呢 今天给大家 选择了其中三个 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第一个呢 是一个英式英语里面的说法 我自己是很喜欢这个 因为听起来很有意思 叫做 a bit on the side 字面意思是 在旁边的一点点东西 在旁边的一点东西 英国人用这个 在旁边的一点什么东西呢 来指这个小三 第三者 我觉得还蛮形象的 she must be Johnny's a bit on the side 他肯定是Johnny的情人 或者呢 也可以直接用 a bit on the side 来表示婚外情 就是这段出轨的关系 指这段关系 他有婚外情 也可以说 he was having a bit on the side 那在美声音里面呢 也有一个常用的 表示小三的一个表达 叫做 the other woman the other woman 另外一个女人 那男小三 就叫做 the other man the other man 我不敢相信 他竟然有别的女人 I can't believe that he has another woman 最后再跟大家分享一个 非常形象的 第三者的说法 叫做 home wrecker home 是家庭的意思吗 wre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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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单词 它本身是破坏 毁灭的意思 home 加上wreck 就是破坏家庭 毁坏家庭 后面再加上er 就是破坏家庭的这个人 那不就是这个第三者了吗 Sabrina is such a homewreck she is the reason the couple got divorced Sabrina是个第三者 就是因为她呀 这对夫妻才离婚的 好了 以上呢 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 全部内容 其实啊 关于出轨 劈腿 小三 这些表达呢 英文里也有 各式各样不同的说法 今天呢 就给大家挑出来 分享几个比较 形象 有意思 而且很常用的 Hello Welcome to Morning English 早安英文呢 是一个为大家免费 提供英语教学的频道 每天都会更新 如果你想获得关于英语 听说读写的内容 我们都会在这个频道更新 我们的目标是帮助 全球的华人学好英语 如果你觉得还不错的话 记得给我们订阅哦 另外点开小铃铛 这样的话就不会错过 其他任何学习视频啦 对了 如果你想获取 本节课的完整版笔记 在视频简介 或者评论区领取哦 你也可以给这个视频点赞 点赞就相当于自动保存啦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This is Winter See you next episode